一位德国的旅行博主来到印度旅游 结果惨遭印度小孩围追堵截 原本这位博主非常喜欢小孩 没想到被印度的孩子给上了一课 他从德国直接飞往了清奈 这里是印度的第四大城市 博主还没入住酒店 就拖着行李在路边买点零食尝尝 刚吃了两口就有一个红衣小孩进入镜头 并做出要吃东西的首饰 好心的博主二话不说转身又买了一份 拿到食物后男孩开心地和博主碰拳 随后暂时离开了视线 可当博主继续前进时 男孩又瞧摸摸地跟在了身后 博主来到水果摊前买了一袋子葡萄 正要进站坐车时 男孩又迎面走了过来 毫不客气地指了指他手中的葡萄 博主依旧爽快地给了他一串 男孩一脸堆笑再次告别 博主本来没放在心上 可镜头一转男孩依旧站在远处眼巴巴地看着他 博主也是个好心人 将男孩喊过来又给了他一串葡萄 之后消失在了镜头里 博主也转头和其他路人聊了起来 随后就进入了车站里 你猜怎么着 男孩又在这里等着博主 还伸出一根手指示意博主再给他一串 水果到手后男孩终于心满意足 跟博主道别后总算没有再出现 而博主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他在印度遇到的最害羞的孩子 因为接下来的遭遇一个比一个奇葩 过了几天后 博主来到印度有名的景点闲逛 他发现有小孩在马路上公然排毒 博主也忍不住吐槽 至少应该去小巷子解决吧 公共场所真的没必要 随后博主准备买一杯饮料解渴 店铺门口围满了学生 他们很快将博主团团围住 每个小朋友都对博主感到好奇 毕竟外国人不是那么常见 其中一个孩子一把夺走了博主的相机 拿在手中开始自拍 博主好不容易才拿回了相机 一个小孩又对他的手表展现出极大的兴趣 吓得博主赶紧将手表护在身前 过了一会儿总算拿到他的饮料 来到旁边的餐桌上开始饮用 几个孩子跟了上来 直勾勾地看着博主吃甜品 其中一个还不断向他暗示想吃 另外两个孩子则故意做出了不文明手势 博主只能无奈地站起来快速喝光 然后赶紧跑路 一天后博主正在外面闲逛 一个小男孩始终跟在身后 并做出要吃东西的手势 博主认为让小孩出来乞讨的父母太不尽责 他不能让这些人得逞 因此不想为小男孩提供帮助 奈何男孩犹如牛皮糖一般 黏着博主怎么都甩不开 这条路车辆众多对男孩来说十分危险 博主只能先把男孩引到对面的沙滩上 并且决定买一份零食摆脱他 来到一家商店门口为男孩买了一只冰激灵 在等待之作时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慢慢向博主靠近 拿到冰激灵后居然原地刷新一个小女孩 她毫不客气地指出想吃的口味 博主只能又买了一只 与此同时女人也向博主提出请求 镜头一翻一转 又刷新了一个饥饿的男孩 并且还有一大拨孩子正在向博主靠近 店主连开多单心里乐开了花 而博主只想让店主赶快找灵 找钱过程中依然有人向着这里奔来 一旁的女人还在不断发出请求 这让博主感到压力山大 找灵后赶紧逃窜 本以为甩开了这群孩子 没想到又被一个红衣大男孩盯上 博主本打算买杯咖啡 大男孩指着招牌也想讨要一杯 博主果断选择拒绝 然而博主还是没长记性 回家路上跟一个卖花女孩打了声招呼 女孩立刻开始热情推销 博主明确拒绝后女孩依旧跟了上来 一路追赶着博主 两人用各自不熟悉的语言拉扯了一路 最终还是没有买花 几天后的晚上 博主正在夜晚逛街 没走几步镜头里 就突然多出了一个男孩 博主赶紧告诉他不会给任何东西 随后拍起了印度名炒面之牛吃垃圾 几分钟后 男孩依旧没有离开 博主将喝剩的饮料给男孩他也不要 准备离开时 男孩直接上手试图拉住博主 搞得博主也失去了耐心 直言让他走开 不过好心的博主还是给了男孩一个机会 如果他能一直跟着超过十分钟 那就买点零食给他 明显博主低估了男孩的决心 博主来到垃圾桶面前只想扔个垃圾 男孩立马指着牌子想要买小吃 博主认为时间还没到 男孩又快速领着博主来到冰激凌摊饭前 看了价格表后 男孩发现全是些便宜货 又带着博主来到旁边的商贩 选了一款最贵的 博主认为价格有点高 可男孩坚持要贵的 并且还要买两个 而博主只愿付一个的钱 店主都已经开始拿货了 男孩仍在其求买两个 冰激凌到手后 男孩仍是一副可怜巴巴不知足的样子 博主总算很下心没给他买第二个 第二天博主接着逛街 他买了一杯名叫拉西的甜品 当他坐在路边享受时 一个男孩开始推销气球 另一个裤子都没穿的孩子则向博主乞讨 博主觉得太离谱了 就算出来乞讨起码得穿条裤子吧 两个孩子就这么拦在面前 博主只能换一条路走 等他从步行街又买了一杯甜品出来后 发现推销气球的孩子仍在原地等他 并且又来了另一个更小的孩子 他用稚嫩的声音向博主乞讨 心软的博主把手里没吃完的甜品给了他 男孩这才默默离开 之后博主坐火车去了梦买 这次他学聪明了 向当第三个孩子询问哪里有好吃的美食 三个孩子立刻开始带路 首先来到一家甜品店 博主只买了一杯 随后来到一家冰激凌店 博主同样只买一只 之后路过零食店 博主明确表示不能给你们买 看到玩具店他们也想让博主掏钱 博主表示你们都这么大了 不需要玩具吧 随后又路过几个小吃摊 他通通只买了一份 三个孩子带着博主逛了一天 给他提供了不少的视频素材 结果愣是一点好处没捞到 看蛮德国博主的印度之行 你还会去印度旅行吗 喜欢视频记得点击订阅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 就会变成了一份